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前外交部长欧红炼今日13 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步伐蛮快的 台湾政府应该要舍弃与中国之间的对抗 透过谈判来争取两岸间的和平发展 脱不是处理方式的选项 综合媒体报导 欧红炼今日参与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召开的川普亚洲 经对两岸及亚太局势之影响座谈会 欧红炼认为中国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国梦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统一 他也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步伐蛮快的 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也随之升高 台湾当局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识 体认处理两岸问题的时间不在台湾这边 脱不是处理方式的选项 他建议政府应该要舍弃与中国之间的对抗 透过谈判来争取两岸间的和平发展 认为台湾的问题处理越快 对台湾才会越有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